接着我们再来关心有关政府积极鼓励毛利青年参加政府管理方面的资讯 7月26号 曼国瑞将举办年轻人的集会 届时60名16岁到24岁的毛利小伙将参加活动 探讨如何在政府相关事务的角色当中发挥领导作用 毛利法庭委员会和奥克兰市政府将联合举办这次活动 市议会的议员和青年顾问小组的成员届时发表了演讲 鼓励毛利年轻人参政议政 活动还将鼓励毛利年轻人在即将举办的青年领袖论坛当中发挥作用 奥克兰市议会的负责人表示 27号举行的年轻人集会是鼓励毛利年轻人参与地区决策的关键一步